因為我想要這個稱號 想要很久 這個稱號 睡起來 那現在你真的 有認真想去烏克蘭嗎 真的要用職場去那邊打賬嗎 是 認真 一切都在計劃進行中 他目前我們的節奏是挺在 可以先去烏克蘭那邊的資料報名 是烏克蘭的什麼網站 那是小的 就是到當地的消息 我們還是會 能直播我盡量直播 能公開我當然公開 能拍說 欸你看我現在人在站好呢 Yeah let's go 大家幫我們仔細一下 WEE 而且去那裡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你確定媽媽比較肥嗎 所以我就說我會做好萬全準備 他們本來就 對我很有信心 因為我是一個一直會 督促我自己的人 我是一個沒辦法 停止 訓練的人 我今天要你穿四十公斤的裝備 然後在 三十九度的高溫下 行軍七公里 在這個叢林地區 可能很多叢子蚊子 濕了一個不行這樣 請問一般人 也先別想說 還要去開槍去反擊 你光是穿著四十公斤的裝備 在三十九公斤的情況下 行軍七公里 你試試看 我就問誰可以坐免 很少 一定有人可以 但很少 對吧 就是你啊 一定可以的 Yeah 我就是那種 訓練 抖M狂 越嚴困的訓練 我就覺得 偶也 也有幹筋這樣 所以有可能會穿四十公斤裝備在烏克蘭 對 就是 差不多就是那個重量 我最後在訓練的時候 我是最開心的 嗯 現在你真的 有認真小區 烏克蘭嗎 真的要控制小區 在那邊拿賬 認真 一切都在計畫進行中 是不是有收藏股子了嗎 這塊給我解釋一下 首先第一個他想要去 去烏克蘭的這個想法 就是 很像 不是想法 對 你聽我說 我們先從想法來講 就像今天你想去登月球對不對 你還是要造火箭 對 那他現在就是沒有 提到火箭的建造過程 那目前我們的節奏是挺在 可以先去烏克蘭那邊的資料報名 對 但是這個部分呢 主要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就是他只是想分享他的目標之一 他想要把他所學的 發揮在一些幫助的上面 嗯 對 那目前這個目標之不目標之的話 目前的節奏 今年的話事情已經排很滿 對吧 就是等我們的邀請案 有正式收到之後 再收 我們才會開始這個目標之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要先有證據 我雖然沒辦法告訴你說 造火箭這件事情要怎麼造 因為我也怕有人抄襲我的事情 那我不就只能幹掉 嗯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是真的有這個計畫 然後你看這個計畫 在這裡 真的 我們 放你後製要paper上去 對 用一個paper 我可能還要表框一下 這個得 真的要去 那個單位在哪裡 要跟哪裡做出申請 你要主要是跟 烏克蘭的官方的網站上面做申請 你說那個 網站上官方的國防部嗎 嗯 是烏克蘭的什麼網站 那 是 所以到時候 等我公佈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對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了解 就現在還在 對 因為如果我現在跟你講 然後那個網站被 媽的公報 或者是一堆奇妙的人 就上去 亂弄一通 害我的東西延後 我會很北上 對 而且就算我到時候去烏克蘭 其實有些東西我也不能講 因為這東西也有一些軍事機密在 哦 就是到當地的消息 我們還是會 能直播我盡量直播 能公開不讓公開 能拍說 欸你看我現在人在站好呢 Yeah let's go 大家幫我集氣一下 喂 當然可以啊 可是如果他跟我講一個作戰計畫 嗯 這我總不能講吧 哦 對 爸媽有問題嗎 這件事 嗯 我只能跟他們說 就是我會做好 萬全準備 我在過去這樣 所以叫他們別擔心我太多這樣 你不會穿睡衣吧 我不會穿睡衣過去 沒有 而且去那裡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對啊 你覺得媽媽不覺得很肥嗎 不是 所以我就說我會做好萬全準備 他們本來就 對我很有信心 因為我是一個一直會 督促自己的人這樣 我是一個沒辦法 停止 訓練的人 我也是一個沒辦法讓自己 我很難放鬆 除非我做一些 積極或者是比較建設性的事 這樣 不然我也不會允許自己可以 relax 老實說 這些軍事化訓練 全部都是我自己去找這方面 類型的人 因為當你在這種 圈子打滾久了 你吃早這些人都會認識的 你說什麼 特種部隊的人 機械員在台灣很好找 如果你認識對的人 你就可以找得到 那你就可以去參加 但是主要還是要看你自己個人吸收 吸收不了 因為這些東西 它會完全就是仿造 它當初是怎麼練 它就是實際上怎麼對你 我今天要你穿40公斤的裝備 然後在39度的高溫下行軍7公里 中間可能還會有 不明的人數在埋子服 或者在巡邏 騎著摩托車 你在個叢林地區 可能很多蟲子蚊子 濕了一個不行這樣 請問一般人 也先別想說你還要 還要去開槍去反擊 或者是 那種force on force 就那種專業的那種訓練單 去做回擊 你光是 穿著40公斤的裝備 在39公斤 請問一下行軍7公里 你試試看 我就問誰可以做免 很少 一定有人可以 但很少 對吧 就是你啊 你一定可以的 yeah 我就是那種訓練 抖恩狂 越嚴困的訓練 我就覺得偶也 又有幹勁這樣 所以你有可能會 算40公斤裝備在無課 就是 差不多就是那個重量 但這個過程就會辛苦 沒有辛苦過後的東西 其實得到的東西不是真實 哦 只有辛苦訓練之後 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技能 嗯 我今天練得不夠認真 有放水 我得不到想要的最強這個稱號 嗯 我訓練是會百分之一百的認真 然後拼命的那種程度這樣 嗯 因為我想要這個稱號 想要很久 嗯 是不是 最強 他想要成為最強的男人 最強 沒有啦 最強24歲 你24歲 明年就要25歲 沒有沒有 最強的男人是跟其他年紀的最強 說我要跟你們發起一個挑戰 看誰比較屌 沒有 自我挑戰 沒有我只想要在我這個年齡 最強就好 過25歲就算了 沒有25歲可以是最強25歲 26歲最強26歲 然後我80歲就說 我是最強80歲 呃 哈哈哈哈